各位各位好 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手机电脑的使用心得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就是怎么样蓝读手机上网页文章或者pdf的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是这样的 我们在看这个网页新闻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把它读出来 那怎么办呢 有没什么办法呢 有读出来 比如说前当江迎大潮 不好意思 跟大家开个玩笑 那怎么样让手机读出来给你呢 这是我在手机上用的Chrome的浏览器 那在这里面如果你点 Share分享的话 那我这里就有一个 这样一个小软件 这个什么呢 就这个叫 add voice aloud 你点这个的话呢 他就会开始读了 前堂江迎大潮别人观潮他们撒网捕鱼 主图 www.wenxuecity.com 2017年9月26日 普通话至少比我的还标准一些 是不是 当然这个软件你也可以 也可以打开相应的pdf来懒度 如果你有pdf的话 你可以打开 打开pdf 那这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是在哪里下载了 你就可以在 在这个里面 这个你搜索这个文件就行了 安装好以后 记住了 在网页里面用share 或者直接打开pdf就可以了 好容易吧 谢谢各位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关于手机和电脑的使用小技巧小方法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提出来 或者如果你有什么题材上方面的建议 我也跟你一起研究 谢谢各位